发明米24直升机的人真是个天才 它外表凶猛 火力强悍 因击落F4战斗机而轰动全球 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它全长21.6米 高4.1米 最大起飞重量12.6吨 在它的基底下方 有一挺12.7毫米的四管机枪 每分钟可发射5000发子弹 是少数使用气动的加特林机枪 武器上方是飞机的驾驶舱 飞行员坐在机舱的正前方 而指挥官坐在它的后方 机舱一共可容纳8到12名士兵 在机翼的下方共有4个火箭舱 它能发射32枚火箭弹 除此之外 它还可以搭载4枚空地导弹 飞行员通过电光系统对准发射 它的最大射程可达4公里 在飞机的下方 有两个自封闭的燃油箱 每个燃油箱的容量为2000升 总共可以装载4000升燃油 它采用两台高功率的涡轴发动机 通过吸入前方空气 并对其加热和压缩 从而使涡轴带动螺旋桨旋转 在驾驶舱的右前方 有一根空气数据传感器 它通过监测气流的状况 来确保直升机在不同的环境下飞行 它还专门配备有相关的雷达指挥单元 用于支持和引导空地导弹的精确打击 米24是一款广泛使用的直升机 它被出口到60多个国家 直到如今 仍然是许多国家的主力直升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